一般如果沒有得過SARS的一個民眾的話 抗體是不可能高達這麼的高 所以我們用一個圖來看 我們剛剛有比較多位的員工呢 其實他們是打AZ疫苗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主要打AZ疫苗的指定部分 來拿出來再特別來做分析 SARS的抗扶者對於我們現行所施打的 新冠病毒的疫苗 能夠產生一個免疫記憶的反應 透過施打疫苗的話呢 人體會產生對於這個極蛋白的一個抗體 但是呢 如果說他是因為透過感染新冠病毒的話 那其他的一個蛋白呢 像是這個核一顆蛋白的話 那可能會出現有極蛋白的一個抗體 跟核一顆蛋白的這個抗體呢 會同時是呈現一個陽性的 但是單純呢 只是施打疫苗的部分的話 核一顆蛋白呢是不會呈現陽性的 因此透過去去檢驗核一顆蛋白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個過去曾經得過新冠病毒感染的一個病人的案例上面的一個追蹤 今天這個報告大概主要給大家一個未來的一個方向 那我想疫苗 大家可以想到說 有時候說大家打第一劑 打第二劑 還要再打第三劑 四個月還要打第三劑 或者半年還要打第三劑 甚至這樣有人提出來 四個月以後要打第四劑 可以更長效型的 那我們不需要這樣子 根據這個疫苗這樣子 根據疫苗這樣子 根據抗體的這個效價在跑 所以這個大概主要提出來說 我們看到 18年前曾經感染過SARS的這些 呃 用功能 那打一劑AZ疫苗後 那它還是可以誘發出很強 很強的一個一個抗體效價 那這個抗體效價是不是說 呃 如果說 呃 我們提出來的概念是說 如果說我們可以用SARS-CoV-1 就是我們所謂的SARS-CoV-2 這個雞蛋白 做一些跟SARS-CoV-2的雞蛋白 兩個做一些交叉跟試鏡品 這個對比這個新 次次大的疫苗發展 是不是可以提供一個 一個研究的一個方向 那是不是說以後疫苗 新次次次大的疫苗 是不是可以針對SARS 跟這個這次的COVID-19的這個疫苗 這個所謂的雞蛋白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結合 那可以誘導出更長效 甚至也可以涵蓋更多這個 這個新冠病毒變異族的一個狀況 好